希望古博早日统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本名其实是湖北省的一个地名 所以我但很多人要问了 你从小到大的本名竟然是湖北省的地名你为什么要敢 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就是我曾经谈了一场非常失败的一案 然后人呢在感触啊 飞山啊 就是原来被告这个最早点之后都会人出去求神 所以后来呢 我觉得我受了很重的 他从没有办法就会人家去传闻我 真的上去的老师公园时 我这个肯定还没有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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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感觉现在就看到了这个刘乐妍这种名字 要叫刘乐妍搬起这37话 我才会嫁得出去 而且还会有老公 而且还是嫁得很好 但是比较晚婚 所以我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的名字 是湖北省的地名 我搞不清楚我是哪一国人 但我很明确的知道我是湖北人啊 所以后来我是想了一想 然后发现不对 竟然我是湖北人 我就是中国人啊 我才敢在2016年的时候那么大声的喊出 我觉得我是台湾人的时候 可我也是中国人这件事情 我们学校的老师不会教也没有教 所以我以前真的也搞不清楚也没有学到 我一直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台湾人是不会爱国的 因为台湾当时没办法教你爱国 你但是叫台湾人爱国那完了 因为每个人的国家不一样 有人是你是中国人 有人是我是中国人 有人是我是中国人 有人是我是台湾国人 所以在台湾他不会教我们这些人去爱国 就是会叫你爱台湾 所以你出完一下 问一个台湾人是什么国家的时候 每个台湾人回答的回答你的国家 他心目中他以为他的国家 可能答案千奇百怪 大家不一样 但是张君丁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老实说他是我们娱乐圈里面 难得稀有了 硕士高学历人 国立大学硕士 硕士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一样 会搞不清楚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你 所以这个问题也要来问我 但自从我清楚的知道 我觉得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中国人以后 身为一个中国人 应该是没有办法容忍 在这一百年后 居然还有人痴心妄想的 要谋取中国领土 所以我对台湾的反应 行为 说的话做的是 跟每一个正常人 正常的中国人 其实想的都是一样 主播就是个正常人 所以我会 呵斥他们 会骂他们 会很生气 很愤怒他们的行为 然后公开明确的一起同学 我觉得我说的话 或者是 这才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该有的